金融市长谢国良罢免案遭到否决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今天在国民党的中常会再度喊话 别再搞恶霸 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则强调 罢免案不是民进党发动的 而以罢免班回国会席次 这角度的讨论不是很健康 不过今天还是有民进党立委 点名九名栏尾 有信心能够翻转选区 拆凉行动失败后 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 上广播节目被主持人 狂问这题 林又昌更定调 罢免然后要赢回 比较多的一个席次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讨论 我觉得并不是很健康 但民进党立委还是点名了 几位蓝营委员 市值挑软的吃罢免要找叶元支 民进党立委徐志杰 日前在广播节目 点九蓝委 北市李燕秀 新北叶元支 桃园图全集 秋若华 台东黄建兵 台中廖伟祥 罗廷伟 云林 丁学忠 南投油耗 强调如果发动大罢免攻势 不排除能让蓝天变绿地 基隆不得安宁 不是因为你黎佑昌 是始作勇者吗 不是因为你黎佑昌 在操盘吗 遵守诺言 台湾不要再搞这样的恶霸 操作这个整个社会的对立 都只会付出更多的成本代价 遭到点名的立委反呛 随意发动罢免 将会遭到民意反扑 蓝绿工坊 并没有随着霸梁热战结束 不也跟着停滞 记得优优优独播音乐 台北优优独播